你能确保手机不丢失吗? 你能确保手机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在使用? 不会被借用吗? 小便想什么事,应该都没有绝对的吧? 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,总有些私密的相片是绝对不能让人看的。 但又很难以避免被别人看到。 安卓手机,应该很多人都清楚怎么设置加密。 因为安卓手机相册以自带加密功能,可简单设置自己的密码即可,苹果手机就不一样了。 应该大部分苹果用户不知道怎么相册加密。 那么,我们来说说,怎么给苹果手机加密相片呢? 首先,我们打开设置,向下滑动找到屏幕使用时间点击。 但操作完成后,点击为屏幕设置密码。 然后回到刚刚的界面,点击APP限额,添加限额,点击创意,把照片。 点击下一步,设置时间一分钟,点击添加。 然后五分钟后,就自动上锁了。 点击 ax会两分钟,一点点击過 vowels。 点击调啊 点击 点击